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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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兮建这代17个台湾 塞紫牌爲凶两人员下 从咱们转捐 或此迎来明显的更迫 當時社区多個電行出現不當聽到這罪 此名世話及出家大少人鄉 各別客戶因為客戶劫周邊勞動這罪而停泊 日到12.35後 此起上台發佈包括吳石與景深河 9月3.55後 包括與景深河升起為停泄 此三方智慧堡也於東奧直點啟動 防線施機應結響 各部門嚴定一臺 創立者河 黃耳江澤 早起開始 提出的強行好 仍陶石開啟了 同一海模式 每個道路 直平洋洋 在四處岸個北路 路面這最最親密的地方 嚴貝卡頭有 有摩托車就最擔心 日後更加強行路 當然是直平最茫茫 空間只能夠扎起口卡 插水規規 每個摩托車都沒有人騎步 為何卻被捐住 由這海公視較堆盡 是否別人騎水規規則 不且那個人騎水規則 便馬上見得問 商人騎水規則 莫人騎水規則 有何物騎水規則 手指出就有什麼 等於地肌水攻擊 事以後就不就致死 不致死 瘋子有神寿 而是在余命 例外為大部分 還沒有的 沒有雷神 我來不去討厭,我來不去討厭,我去討厭,不去討厭 現在,似乎慶花街的舊主義也不搶 這個現場台高,高調街任東兆潛,最尖是30年了 竟然能夠小心一點,是最尖銷 香港的名字,甚至零星亂點造謠 慶花街就開始出現最尖銷 這就是慶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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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慶花打開了 我現在的慶花都沒得過 由於慶花街最尖銷檔,湖庚的慶花指教也出現最尖銷 學校沒再來開聽,也受到影響 因為學校沒有最尖銷,人不合了,老實就在免可 慶花阿小,就是我們那個大小區嘛,這小孩都沒升學 我的生女三年級了,今天升學都不能升學 哦,這樣? 都請客了 有此名認為,慶花街拿著水,得了提出強幹水的原因之外 加百水不強,以及很近少樓店不無關 雖然在慶花街,往來就是最尖銷檔的危險 但大口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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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 尖銷檔至30年來 希望無關方面,中下條車,鐵胎舉骨最尖銷檔的問題 今天沒有下水裡,你可能要抓 只要下水裡,你可能要抓 希望這個問題也解決嘛 日到海歐路直到,最尖銷檔也相當嚴重 不然,因為湖庚道路的河口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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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在客人口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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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的工程都可以進行動 到各路頂最起的處 我12.35後 從氣象體確保 爆口乎進行 9月3.50後 爆口乎進行 成為懲舍 此沙皇智慧部 由我指定啟動 派遣司機的影響 為英俊其其他人 在拜託公司提出在於 英俊的影響 三个 各阶级防伤 启动 优优优独播 英杰乘险队 入风浮高市区各个汽水店 创立英杰白楼 四排水公司的应急抢险队 分别在昨晚的九点跟今天早上的五点半出动军查 同时应急抢险车都部署到各个汽水店 现在从此起上台了个久 明日南海日大地入 加强会经理台17号台湾 西子山 加强会经理台湾 西子山东西梅雨 山头子西南方1百1十公里海面中 东西湖港最多黄河北夕 而过西子山将一十公里左右的市场 向北平西方向移动 区域加区 加强会经理台湾南道登堡 高雷浇波道指向定力 定力强度高协作用 只要以日北部网出现河南北部 另外 几率连青压 区域南部尤新阶有名其 夜大湾桑 获建尾夜大地入 如果在宗监区域 区域北尼拉 平方望向一 直策060公里海面中 东西湖港最多黄河七碑 而过 夜大地入 将以14公里左右的市场 上向但平方望移动 只要上向西平方望移动 十日后最央 进泳南海等北部海面 一个四十三的影响 我是在八到九号交流一次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降水过程 那平均雨量是可达三十到六十毫米 裁量地区局地是可达七十毫米以上 局地是会出现一个雷暴跟六到八级等时大风等强对的天气 那我们预测最强降水时段会出现在八号的夜间 起床部门二车 10个10号起 我只起用将突破回收 天气转多风味住 日常塞着山和渣内空气的感染影响 山头附近海面为提速加强时间的大方 海上作业船均以及海岛旅游人需注意一个安全 那也需要防御短时强降水带来的一些自身灾害 秋季台风的一个路径跟强度都是比较多变的 那我觉得将密切监测一个台风的最新动态 及时发布相关的预报预警信息 提速加强降水也到的多路公交车听门 每周四个车也比较多最当时会 虽然高光部门闯落百老但此面出现容大少年限 根据起向部门的预设 强降水容得提速 高级部门也忽入广大此面 会必要不挖出客观瓦窗 车辆正如标击挑战的位置 结果影响恐死恐死事故 但最初的设计是没有发布明日走险 所以直接经由河北街搞作密包车 就因为包车在十八名农民间来刷 就会被建平究竟帮忙扯握 所以究竟建平大队沙东队组织竟然 到大学路应上开店 正在直接搞作 栽域起车挑战载转行的动 期间 即使河北会 挖VYS 不由博人密包车 应大学路自塞旺等 在这些拖坑继续路等接触的明景发现 接触有挑战挑战的侦想 立即是设计划与停车 至少检查 明景直车发现 车店竟将栽域 直播能挑战载轮的目光 在客的小面包车 它的核载是九人 但是它实际在客是达到 包括实际是十八人 那个超载率是达到了百分之一百 究竟我们回事 就不交了接触 并以或对接触的目光 所属出发 我们民警现场立刻对驾驶员 以及车上的乘客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 并依法对该驾驶员进行罚款两百元 并寄扣六分的处罚 小出发的机会 这个面包车超原超载的话 它很容易造成群死群山的恶性的重大交通事故 交警部门是提醒广大的司机朋友 要依法依规的按照合定人数的载客 同时要文明的出行遵守交通法律法规 营造一个文明和谐的出行环境 咱们 前面条先生对这车压到小区的区间路顶帮 但是在一个开车的时候 这些车帮机头倒下来的潮打掉 由于路面加热时间 谭生先生由搭出四个荒涕箱 但是目标不通的规模 谭生先生在踢到持股逊 政府经过在十字眼 要助于搭还是停车厄 而防火车压到暗放到累了街路 定卖并没有失去停车厄 但明查到开车的时候 确保现车本边头倒下的潮打掉 不可能转发 损失可能不是很严重 但是也要维护也是一部分范 谭生先生审认 家企的车会停 但由于大潮的电线下落时间,潮北更保守树 而出格的,资金框不抵护着电池液 回此,小先生有随过资金框,但梦队尘斯不能比较改革 在警戒线以内,是属于停在警戒线外的 早上,施工方来了两次,他就说是我的问题 他说,数是给重置掉的 我现在把电话给施工方,施工方已经不接我电话了 小先生就希望,无关方面能够稍后处理这件事 那这个事实呢,我希望就是说,咱们就是说,有关部门帮我协调一下 我们的高血压就相当于说是全身血压的升高 那么这些血压就是在对血管的压力 那么从广义上说,就是你的血管走到哪里 那么都是有危害的 但是主要器官,我们人体就是脑,还有心,还有肾 另外还有一个我们眼睛的视网膜 也是比较微小,比较敏感的血管 小吉祥是,我国每个时期跟五万城里人当 主席南皇家会合 皇宾六天要正好生活,跟妮卿会出息 肥胖啊,然后还有就是运动量减少 工作压力,或者一些熬夜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抽烟 还有一些经常喝酒的,这些都会引起高血压 如果有这些习惯的人,这些因素 生活习惯越多,罹患高血压的可能性就越大 另外一个还有一些遗传因素 大家不要忽略这个遗传 比如说你父母,或者是爷爷奶奶一辈都有高血压 那么他高血压是有一个遗传的倾向 这样子,我国家会业改在小路、地疗路、空气路 家庭的网友之籍,是病人不再介绍的汇入水平 这些医院在救汇入的皇家 也会并且感觉更营养,或者是满重贪能营养 这种一些高血压病人,它量力有点高 经常就是朋友,周围朋友吃什么药 他就吃什么药 这种是,我是不建议这样子去做的 还是要在医院查,查一下你的肝肾 排除一下你的有没有心脑、血管各方面的损害 然后你的肝肾功能怎么样 第三方面就是筛查你的一些血脂、尿酸 还有一些另外一些代谢方面的问题 在综合情况去用药,这样是比较规范 卫生指数,加汇入可控可患 此名得了的养生量后解生活习惯 欢迎等定期感谢汇入情况 再发现、再治疗、再保护 所以我们建议是到成年以后 特别是35岁以上以后 都要每年的坚持测量血压 半年的测量一次 足球是从事最少欢迎的文章之籍 日贵食足球是足球文章发展的直级控制 是令从互典典现个人及卡的足球文化 作为改造足球的植证 贵食足球有加级的母态比赛的文化 是令直行卡尽的矩缩 日到说到,又只剩有直红贵食足球安靠 并且继续认识董协黎能照着感谢汇入 去食足球的母态 尖球是足球运动当中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 主要是锻炼我们的球感 但尖球是花式足球的基础 只要是尖球尖得好了,花式足球才可以做各种不一样的技巧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动起来呢 就请到了一个把花式足球玩得非常溜的大声 有请我们的计划教练 哈喽,大家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很好,你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下贵母、营格、足球运动以及贵头运动 甚至丢流运动 等足球松球康运动 也出發了完結會的氣勢探証 前日刷施了令人硬化了軟的大腳加上體力 直到平常以弄短的高調機械 都需要扎實的基本功 這邊開始簡單的動作 讓體現了非常有正常的控制力 做點的動作更簡單 夾住球以後腿要推位往回收 拋起來的時候 拋的時候它有一個口訣叫拋肩夾 這些就是衍生的動作 兩個腳都會的了 隨著你學會的動作越來越多 它的變化的東西就會越來越多 哇太強了太強了太強了 拋球不要拋太高 踮球的時候注意球的高度 最終踮球的高度盡可能力度小一點 然後拋球呢是跟你眼睛是平行的 這個平行高度就OK 稍微高一點沒問題 拋 踮 甲 OK Perfect 好來現在我們再Double多一個難度 就是拋 踮 踮 甲 踮兩次 一二拳兩次再加入 放輕鬆一點 來 OK OK好 可以可以 為什麼球會往外面呢 就是因為你腳踝這個地方沒有繃緊 力度跟方向 就是在腳踝去決定 OK 也有可能是我鞋帶沒綁緊 拿502腳來 開始找理由了 不然待會的翻車做好理由 好歹記得十幾年球 我去球是速度緊張 再來 來 不然的速球以時為初 表達自我並對球力度 這樣子 向著 走路的技術動作 需要愛好者 唱起降低兩次 更不斷的肚子 哇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哈 谢谢教练 刚才我们就有一个几个非常简单的基础动作之后 我想稍微挑战一件有难度的 我刚看到你脚非常灵活的转 这是什么动作 颠球加绕球 简称颠绕 边颠边绕 这个是要在颠球有一定的感觉之后是吧 我先给大家展示一下吧 然后我们再做两三步的分解 整个人非常的灵活 我们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首先你要学会颠球 颠球呢 那基本上来讲每次起球到达什么程度就可以呢 颠球的程度就等于说 你每次起球的时候都能够很轻松的颠60下 60下没问题的基础之上 我们再来加一个绕 然后绕是绕单脚 第三个层面的难度呢 就是说要双脚一起绕 那么我刚才展示的呢 就是先颠球 再单绕 再双绕 我来吃粟梁 要以堆定由第一个层面难受又乖比加水 四小五六十天,他們很明顯,小高吉利竹丘愛好家的車來 最初,如來獨自學校,也將故意的竹丘引起航空 結果成小妮對竹丘的小愛,但自由在以一個學生生氣的力量性加強調 今天體驗之後,我覺得這個小小的足球其實很不容易 把它玩弄在自己的手腳之間,而且沒有離開過 所以其實你覺得花式足球對你來說練了這麼多年 最大的感受,它的魅力在哪裡? 其實有兩個點,第一個點就是它鍛鍊了我自己的身體 也讓我俱樂部裡面的孩子也受到了很好的一個身體的鍛鍊 第二個層面,我覺得更重要的是一個精神層面 就是孩子們的不但身體變好了,而且他更敢於去拼搏,更敢於去吃苦 然後呢,最重要的就是說,其實全民健身來講的話 還是需要更多的參與,更多的去堅持 我覺得這個堅持非常重要,因為我剛才看到很多孩子 他們專注地去學這個東西,跟球的這種感覺越找越對 同時在這樣的基礎師上,他們發揮自己的創意 就是有很多自己的一些花式的方法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值得提倡的 因為我覺得生活當中,我們可能有時候會有很多枯燥的練習 但是你可以更有創意或者更有想法的,讓它變得更加有趣 我覺得這也是會有收穫的地方 那我們也希望大家能夠找到自己喜歡熱愛的運動 堅持下去,跟著我們一起動起來